下面呢我们来复习这个巩固提高这部分的习题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二题 它仍然是关于无穷小的比较的问题 这种题啊我们在强化训练里面已经多次谈及 α是个积分β是个积分 问我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那这种题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处理 先看α α这个积分怎么处理呢 第一步先把内部是不是给它处理掉 那么大家想了内部 x的取零正Long1加T跟谁等价 是不是Long1加T跟T是等价的 对吧 这个你就把这个x的取零正 默认成什么呀 默认成T取零正这都行 因为积分与什么字母没关 好了分子跟T是等价 分母呢1加T4在T取零正的时候达到多少 大家都知道 1加T4在T取零正是不是达到1 分子达到T 分母达到1 故整个内部达到多少 是不是整个内部就达到这个T了 好了内部等价上线等价自己根号x 跟自己根号x的等价 于是左边辅达的积分就跟右边简单的积分等价 等价到它能算出来 T做积分 原函数2分之1 T方 取上下线 大错完了 那么如法炮制 我们再看什么 再看这个β β呢也是这样玩 先把内部给它换掉 大家想T取零正1加T再T分之1 这是什么 我们平时说的重要极限 它是多少 它是E 它这个里边是不是就达到E了 里边达到E 然后上线 贪恋它 跟谁等价 贪恋它x跟x的等价 这样左边复杂的积分 跟右边简单的积分等价 然后怎么办 把这个简单的算出来 大家做完了 于是大家看 你俩都是一次方 但是系数不一样 这叫什么 同阶不等价 于是选币 做完了 所以我们这样做呀 来的比较方便 当然我们跟书上做的 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 是吧 书上有书上的做法 书上呢是按照定义 直接去比较 二者相除 罗比达等等 好了 我们再往下 继续 再看我们的这个 第四题 第四题呢 跟第五题跟第六题 它们三个属于同一种题 实际上在强化训练里面 我们也多次遇到这种题 什么题呀 用极限 是不是来制造一个函数 然后研究 该函数是否连续 是否有间断点等等 这种题呢 关键要先处理好这个极限 那么这个极限怎么处理呢 你看下角标 下角标是对n球极限 那对n球极限 x要当什么 是不是 x要当常数呀 你找找 是吧 这个x当常数 哪里有n呀 大家看 是不是分子 这个地方有n 分母 是不是这个地方有n 抓住n的地方就行了 其他地方当常数 大家琢磨了 n取无穷大 这个n 跟这个n都已经是无穷大了 那么上面这个n呢 有一大堆x 什么x 1-x 三一方 这都当什么 当一个数 当一个倍数 听到没有 x是个数 1-x是个数 三一πx的平方 还是一个数 分母这个n是无穷大 它有一个系数 叫三一π方 那大家想了 这种题 这不是骗人的吗 仔细怎么办 抓大头嘛 对不对 你想嘛 你就把上面这一大堆 当做一个数k 你就把下面这个地方 当做一个数l 对吧 这不就是n乘上一个数k n乘上一个数l吗 咱们平时说的抓大头嘛 因为n取无穷大 那么这个系数跟谁有关呢 大家看到了 上面是x1-x的三一方 下面是 是不是显然 它都跟三一方有关系 所以第一件事情 如果三一方取到0了 那大家想 三一方取到0 那就是三一取到0了 如果三一方取到0 就是三一取到0 就是x的取多少 x的取整数 比如x的取0 x的取正负1 好 如果x的取整数的话 大家会想一想 这样的话呢 就会导致什么 是不是会导致这个系数 和这个系数 全都为几了 是不是达到0了 那你看 此时极限就成几了 x的方 加上n乘0 它就是0了 除掉1加n乘0 0乘谁都是0 是不是这就没有了 这就没有了 是不是只有x的方除1 大家想 x的方除1 那是什么 是当常数 对不对啊 你这个x方嘛 这个x方 除掉1是常数 常数的极限是多少 是它本身 所以此时极限 就是x的方 大家再来 第二种情况 那如果三一派x不取0呢 那就是x不取整数 对吧 x不取整数 大家想了 如果三一不取0 x不取整数 这会怎么样 就会导致这个地方 三一方怎么样了 三一方 你只要不是0 三一方就得大于0 你想想对不对 此时我们的三一方 就得是大于0了 大家想三一方 大于0的话 是不是相对这个意思 是不是分母就是1加上n 乘上一个正数 那大家想n取无穷大 是正无穷 无穷大乘上一个正的 那还是无穷大呀 此时这个1就可以干嘛 这个1就可以被人们给舍弃了 此时根据什么 根据抓大头这个思想 此时分母的1不要 同理分子呢 大家想 那x此时是一个 不是整数的数 当然也不是0了 好了 此时分母分子有个n n是无穷大 无穷大乘个数 乘个数再乘个数 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x的方没有用 因为x的方是一个常数 因为n是无穷大嘛 无穷大被一个数称 哪怕这个数再小 它也是很大很大 对不对呀 无穷大被一个数称 比如无穷大乘上一个0.01 乘上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数 它也是很大很大 所以此时呢 分子这个x方又可以干嘛 是不是又可以被人们舍弃了 那这样的话呢 分母舍掉1 分子舍掉x方 那只有谁 只有n乘上这一大堆 除掉n乘这一大堆 然后两个n抵消 两个n抵消 两个三一抵消 只有谁 只有x的乘1-x 所以看此时我们的答案就是x乘1-x 你得会这样抓大头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什么了 得到我们整个fx 那有两段构成 如果是取整数 0正负1正负2 答案是x的方 如果不取整数 就是取其大值 答案是x倍的1-x 得到这个函数了 给我看选a 选b 选c选d a选项处处连续 b只有第一类 c只有第二类 d有1也有2 我们来看看 一个一个点看 0点连不连续 0点的值达到0 0的极限看下面 0的极限也是0 所以0是连续的 再看1 1这个点的值往这带 1的值是1 但是1的极限看下面 是吧 1的极限是0 所以1是间断点 而且是第一类 其实是可去 负1呢 负1往这带 它的值是1 负1往下带 负1乘上1减负1 它还是第一类 跳跃了 这个这个 都是可去 是吧 它都是间断点 所以你不能发现 这些点除了0 除了0是连续的 其他地方好像都是间断 什么间断 第一类 它只有第一类 这个题应该是选rb 只有第一类间断点 这个题 是吧 你看看 0点是连续的 0点嘛 0点的值 跟0点的极限 长得完全一样 1这个点的值 跟1的极限不一样 所以1是间断 负1也一样 其他地方都一样 好了 这就是关键事 要同学们完成第一段 先求出这个fx 求出fx了 然后就能看出什么了 它只有第一类 它并没有这个第二类间断点 好 我们再看一个第五题 第五题呢 跟第四题都一样 都是这种套路 先求极限得到f 然后再问咱们 选a选b选d选d 那这个极限咋球呢 这个极限在哪里球 是不是在一刀正不穷 人家问了是在一刀正不穷 所以你不要给自己加大难度 我们只在一刀正不穷球 这咋球呢 那你看对n球极限 x当常数 分母你仔细看 这个地方有一个3的2n 这个地方有一个x的2n 它俩都是2n 那自然大家想到怎么办 要把这个x跟谁比大小 抓大头 你是3的2n很大很大 我是x的2n x的只是比1大 那你想x的比1大 有可能x的没超过3 也有可能x的超过3 所以第一件事情 如果x超过3了 那抓大头 抓大头 你想3的2n和超过3 比如x的是4 3的2n加4的2n 那肯定4的2n说了算呀 所以此时这个3的2n没有用 抓大头 分母就变成几了 就变成这个x的2n 因为x超过3了 分子照超 xn加3 来吧 x2n开根号 就是xn xn跟上面干什么 答对了 约分 是不是n跟n约分 就剩个x的3次方 再来 那么此时 x大于3是3次方 那极限就是2至7 3的极限是2至7 这叫什么极限 右极限 大于3嘛 所以立即推 3的右极限就达到2至7了 同理再看1到3的时候 那么如果x的落到1到3 同学们再干嘛 抓大头 1到3 比如是个2 3的2n和2的2n 此时3比较大 所以分母 此时保留老大 就是保留这个3的2n 那么3的2n开根号 就是3n 然后约掉 n这个n跟 这个不用约掉了 那此时直接做完了 怎么做完呢 因为x的比3小 抓大头 是不是上面小下面大 x的比3小嘛 因为下面是3嘛 是吧 比3小的n次方 跟这个3的n次方 比不上下面大 是不是下面应该大 所以此时极限之间等于0 那极限为0 这就表明极限也是多少 小f等于0 那小f的极限也是0 这是什么 3的左极限就等于0了 所以立即推 3是什么 3是我们的这个间断点 什么间断点 跳跃 所以当然应该是选rb 这个选3c 有一个跳跃间断点 这就做完了 好 这个这两个题都体现出一个重要思想 叫抓大头 得会抓大头 好 我们再往下 再看第六个 还是这种题 是不是给了一个极限制造一个函数 问这个函数的间断点 给我找出来 那么这个极限咋求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极限是n取无穷大cos的n次方 大家想过没有 这个cos的n次方啥意思 就是整个cos的n次方 就这个意思 听到没有 我把这个n拿到外面 这就看明白了 看对n球极限 是不是底下有n 上面也有n 这是什么类型 看出来没有 答对了 这是我们前面一直讲的 1的无穷大 还没看出来 你想嘛 n取无穷大 这个底下达到几 n做飞母了 x是个什么 正数 n的正次方 还是无穷大 倒过来是0 cos的0是1 所以底下达到1 n自己达到无穷大 1的无穷大 忘了吗 1的无穷大怎么办 直接等于1的a次方 a等于什么 是不是a等于那个v乘u减1的极限值 a等于v v是又是a吗 乘上u u就是底下 v乘u减1的极限 打算完了 然后这个极限咋算呢 用等价代换 是不是cos1 cos1 1减cos1 cos1 都行 那么用等价代换 前面这个n照抄 后面cos1 cos1 用等价 1分2 是不是狗的平方 这个地方狗达到0了 这个因为n取无穷大 x是正的 那再倒过来 肯定这个小狗达到0了 对吧 这就被咱们的等价嘛 你就把这当做曾经的x cos1 cos1 等价于 负2分之1 狗的平方 好了 然后把它整理一下 负2分之1 照抄 n跟n 约分 这不是n的2x吗 平方吗 n的2x 被他给约掉一个 就是 你再约掉一下就行了嘛 是不是上面是n 底下是n的2x 我这是没有约分 这个n 是吧 这有个n 底下有个2x 他俩可以约掉 其实 好了 这个极限就被我们写到这了 那大家再想 写到这了 再往下怎么做 再往下显然 那你看 他们两个相处 是不是再次体会抓大头 对不对 那你想上面是n的1次方 底下是2x的次方 所以又得讨论了 如果怎么x超过1分之1 会怎么样 你想x超过1分之1 是不是底下2x超过1了 是不是2x超过1了 底下超过1次方 上面只有1次方 是不是底下大 底下大 那就是干嘛了 大家想 底下大的话 此时这个极限就等于多少 此时这个极限就等于0了 它就是不是等于0了 它等于0 那这个往前一带 整个t不就出来了吗 那此时fx就是e的0次方 那答案就是e的0次方 就是1了 大家再想 如果x刚好取到1分之1呢 x刚好取到1分之1的话 是不是它俩上下同次方 是不是这也是1次方 那这个答案就是多少 答案就是这个-1分之1了 那-2分之1往上带呢 那答案就是e的-2分之1 最后呢 如果x这是大于0 是吧 x大于0小于1分之1呢 如果x大于0小于1分之1 会怎么样 x大于0小于1分之1 那大家想了 此时分母是不是就小于1次方 那这个极限就是无穷大 无穷大应该是正无穷大其实 对不对 正无穷大乘上负2分之1呢 那就是变成多少 是变成负无穷了 所以此时呢 它就成了e的负无穷 大家想 e的负无穷是多少 0 所以我们这个fx就被我们找到了 又是一个分段函数 fx看看没有 fx被我们写出来了 写出fx找它间断点 这个是分段函数 分段函数那是不是只能在分段点 是间断的 你看 2分之1的右极限是1 左极限是0 那2分之1就是间断点 所以间断点是2分之1 它找什么 找间断点就是2分之1的值 2分之1的值是多少 就是1的1的负2分之1 都做完了 看看 所以这个间断点就是这个2分之1 间断点的值就是这个1的负2分之1 就是跟1分之1 这个也就做完了 它考到我们丘极限 叫1的无穷大这件事情 好了 以上就是连续这几个例子 都是代表这种类型 先求极限再解决连续解决间断 关键是得会求极限 怎么求 对N球极限X当常数 对X进行分类讨论 对X进行分类讨论 把这个极限求出来 得到的往往是分段函数 然后往下研究就行了 好了 这是第六题 那么再往下 我们看第七题解答题 第七题涉及到一个难点 叫反函数 我们同学普遍对反函数 这个地方就是薄络 说FX给了 27三四方五个平方减二 它的反函数叫F2 让你求反函数的极限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怎么办呢 我们这样来 假设FX就是27三四方 加五个平方减 把它记为Y 我把这个原函数记为Y 它的反函数叫什么呢 它的反函数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叫X等于F2Y 什么叫反函数 是不是从原函数里面解除X等于几个Y 就是反函数了 对吧 好了 X等于F2Y 叫反函数 好了 这个根本解不出来 只能这样表达一下 是吧 这个你不可能从这里面解除X 这多难解呀 这有三次方 这有二次方 X根本解不出来 但是理论上能解出来 理论上是可以写成X等于F2Y 这叫反函数 然后呢 让我们求极限 那你发现这里面有个F2Y27 有个F2YX 都是跟菲母相处 其实你发现了没有 我只用做一个 我是不是只用做后面这个除菲母就行了 你前面这个地方待会换圆不就行了吗 比如把它换成U换成T 那不就变成后面了吗 所以我只用做后面 就是谁呢 我只用做这个后面的F2YX除掉菲母 这个三次根号 我只用做这一个就行了 那这个咋做呢 这就是难点了 因为老师这个地方咋做 咋做大家这样来琢磨 你看我们这个呢 有个什么呢 有个F2Y 你这是F2X 大家都知道 求极限XXX 我把这三个X都改成谁 改成Y不受影响 你听到没有 你说为啥呀 你看 你改个字母怎么会影响极限呢 你看 左边是字母X 分子X 分母X 我改成下角标是Y 分子 这没有影响 这有什么影响啊 对不对呀 同学们 你发现没有 我什么都改了 这当然不没有影响了呀 就好比积分 与什么字母没关 那你极限也与什么字母没关吗 你左端都是X 我都改成Y 这有什么关系 你老师为啥改成Y 因为我想引入这个F2Y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不有个F2Y吗 它可以写成谁了 看 待会这个F2Y就可以写成X了 看F2Y 所以这就往上用到了 所以再往下走 这个F2Y是不是就写成了这个地方的X 是不是就写成了这个地方的X 这不就变简单了吗 所以分子F2Y就写成了咱们的这个X 然后分母这个Y写成谁了 看Y在哪呢 Y在这猫着呢 咱们的Y就在这一大堆 所以再把Y写成这一大堆 这不就出来了吗 是不是这一大堆 这不就出来了吗 多简单呀 所以上面写成X 下面Y带下来 然后怎么办 抓大头 你想嘛 X取无穷大 三子方说了算 27三子方 这后面都没有用了 后面有什么用啊 抓大头嘛 是不是5X方 2都没有用 是不是抓住这个27三子方 27三子方开三 开三子方 是不是得3X 那么3X嘛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3 3X 3X再分成X 达成三分之一 走完了 你看这多简单 所以这个极限就是三分之一 这个出来了 那个自然出来了 怎么办呀 是不是像刚才说的 把27X换成什么 换成U嘛 你把它换成U不就简单了吗 把27换成U 那这个X就变成谁了 都得变 那这个X的地方自然也变成U了 然后把它整理一下 看27开根号 开三子根号 应该开出来个3 这不出来个3了吗 看到没有 所以27开根号 这再冒出来一个3 然后剩下什么 剩下的这个极限 它做完了 你剩下的这个极限 不就是刚才已经做过了吗 看F逆U 三次根号U 刚才做过了 F逆X 三次根号X 极限跟字母没关 你看F逆X 三次根号X 是三分之一 那F逆U 三次根号U 仍然是三分之一啊 做过了 所以答案就是三乘三分之一 就是一 于是这两个都做完了 整个T做完了 整个T就怎么办 是不是拿这个27的结果 就是一 减掉这个结果三分之一 所以答案就是一减三分之一 做完了 所以整个极限那就是三分之二 就是一减掉三分之一嘛 你看这样做来得多方便 是吧 很顺利的一个题目 关键是大家要有这个想法 射出反函数 把这个极限改个字母Y 然后呢就能引入反函数 引入原函数 抓大头做出来 后边这个27换原 就自然出来了 这个题 好 我们再看一个第八题 这个题是一道难题了 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极限题 说X取正无穷 四次根号 减三次根号再称它 这个题关键难点在哪呢 大家要处理好 就是这个前面不用管了 这个四次根号 三次根号 这都没法处理了 要处理就处理谁 就得处理后面这个地方 它多了一个倍数 看到没有 是不是多了一个long X的加1X的除以X 多了个这个东西 这怎么办呢 有没有这么一个技巧 就是提取最大的量 来处理这种题目 你包括我们待会讲的后面 后面有一个大综合题 也是这个思想 就是说怎么办呢 我们把那个最大的给它抓住 抓住最大的 就是抓住最有说服力的 大家想哈 这个分母有个X了 这个上面是个long X的加EX 你想是X的大 还是EX的大 那肯定EX的大 对不对 那肯定EX的大 所以我们把上面最大的给它揪住 就是这个谁 EX 是吧 这不是有个EX吗 因为这个X是往正无穷跑的 正无穷跑肯定EX的特别大 是吧 把这个老大给它揪住 怎么揪住呢 给它提取出来 把这个老大给它提出来 那你想EX的老大给它提出来 这叫提取最大的量 把EX提出来 那你想EX提出来 那就只剩下谁了 是不是前面这个EX就剩下1了 前面X的地方 是不是就自然多了个谁 是吧 你看提个EX出来 这个EX乘了1 这个X的前面 得多个E的负X 好了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把最大的量EX提出来 那你想想 long相乘能写成什么 long相乘能写成long相加了 是吧 再往下走 那你看这前面都不要动 它就能写成什么了 longEX乘它 能写成longEX加这个long longEX是什么 就是X了 待会这个X跟这个X干嘛 约分 约出来个几 约出来这个1了 就这样来的 约出来个1 然后还剩下谁 看看是不是还剩下 这个1加1的负X 再出个X 那这不就除下来了吗 看看 就这样来就玩 这个最难的就是这个地方 很多同学就是没有想到 对long这个地方 将最大的量给它提出来 这个提取最大的量 这个技巧 我们在极限里面 也是多次使用 就是把最大的给它揪住 其他的就好办了 是吧 EX给它揪出来 然后longEX是X X除X是1 然后呢 后面还有这一块 然后除以X 这不就好了吗 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把这个三次根号乘进去 这不个中关号吗 三次根号乘1 给它乘了进来 看这就得到什么了 是不是得到 三次根号乘个1 在三次根号乘后面 那这样三次根号乘1 还是什么 那不还是这个三次根号吗 三次根号乘后面 那不就是这个三次根号乘后面了吗 这样来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题变成这三个 三项了 然后怎么办呢 前两项放到一起做 最后一项单独做 因为前两项是根号减 根号这个好办 我们把它揪出来 那就是前面都有一个四次根号 把这个四次根号的 跟这个三次根号 把它们两个揪出来 把它俩揪出来 四次根号的 跟这个三次根号的 它俩揪出来 它俩揪出来 单独算 有人说老师呢 他俩揪出来 单独算 你咋知道有没有极限的 那这个地方得打草高纸 通过打草高纸 知道他们两个是有还是没有 就是一开始 也不好说有没有 得打草高纸 我们来试试 那么前面这个四次根号 跟这个三次根号 它俩怎么算呀 这个有理化肯定不行了 怎么办 还是那个口诀 提取最大量 把最大的提出来 或者说呢 给它来个倒带换 也是一个道理 那你可以怎么办呀 你把这个四次方给它提出去 这个三次方提出去 一个道理 你想过没有 你四次方提出去 这点成了一 这是不是就成了分数线 这成了分数线 分数线 分数线 跟底下这个倒带换是一个道理 你把这个最大的量 三次方提出去 这是一 这就成了分数线 分数线 跟它是一个道理 倒带换跟提取最大的量 是一模一样的 好了 那我们就采用倒带换 那把这里面的 x分之一 换成t 这个地方就成了t4 这是t3 t2 t1 这是1 这t3t2t还是1啊 然后怎么办 给它通分 看 这个t4 这一大堆通分 这是几了 这个地方通分 那就变成几了 t4做分母 那就是1 然后这有个谁 1加 这个地方通分 多个t吧 然后这个地方通分 多个t2吧 这个地方通分 多个t3 这那是不是多个t4 这不就通分的结果吗 看看 这个这一大堆 你看 这个这一大堆 就是通分的结果 就是上面做通分嘛 上面做通分 这是几个 这不是1对着1吗 这个那多个t 这那多个t方 这那多个t3 这那多个t4 多个通分 通分以后分母就是t4了 那大家想 t4这个地方 t4开根号 那刚好是几 是不是刚好就是这个t了 同理后面这个地方 也给它通分 t3做分母 那这有个1 这个1 这个多个谁 多个t 这那多个谁 多个t2 这那多个t3 然后剩个t3 那大家想 它通分的结果通完了 然后呢 它还剩个t3 但它的三次根号 三次根号 刚好也是t 然后再给它整体通分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前面根号通分 后面根号通分 分母都一样 再通分 变成屏幕上这东西了 好了 然后再往下走 再往下怎么办呀 那你看 再往下 我们把这个极限 给它又拆开做 前面这个四次根号 这有个三次根号 四次根号 除掉它 给它配个1 三次根号配个1 想干嘛 想用等价 忘了吗 是不是1加上 x的α字方减1 是不是想用那个东西 想用这个家伙 1加x的α字方减1 想凑它一弯弯 等价乘α这个x 对吧 它可以等价 其实你不等价的同学也行 就是你不等价的同学呢 你可以直接干什么呢 就是0比0洛比达 这个可以像我们屏幕上 你也可以直接怎么办呀 就这个它采用0比0 洛比达法则也能做 就是你看上面四次根号 三次根号除掉它 直接洛比达也行 那我们呢不用洛比达了 我们就直接给它减个1 把它拆成两个极限 那你看这就变成谁了 1加上小狗 这不是狗吗 1加狗的α字方减个1 那可以等价 这个α字四分之一 是不是等价 等价成了α四分之一 乘个小狗 这个小狗是达到0的 这不是咱们的x吗 它达到0了 那就等价了 然后后面这个地方也一样 这个1加小狗的三分之一次方 等价于三分之一 是不是这个小狗 小狗达到0了 然后呢除掉分母的t 那你发现这个极限刚好存在 t除t刚好是1 这一除这都没了 这都没了 t除t是1 平方除到没了 除到没了 所以答案做完了 前面是几 前面就是四分之一 后面就是三分之一 那你发现了没有 是不是前面这个极限是存在的 是吧 后这极限确实都存在 这拆开以后 这不都存在吗 所以这个极限确实也存在 这最终就出来了 负的十二分之一 好了 所以这两个相减 这个根号 减这个根号 大家采用刀带换 大家采用通分 大家采用等价 最终发现是负十二分之一 出来了 好了 他俩相减是负十二分之一 再往前走 你这个题没做完呢 你这个题还有谁呢 他俩相减做完了 是不是就是负十二分之一 那还有谁呢 还有后半部分呢 是不是就是从这个地方 就是给它分割了 好像是 是吧 就是前半部分 咱们已经做完了 但是后半部分 还有了呀 你看看 后半部分还有个谁呢 后半部分 还有一个三字根号 成Loy 是不是成这个东西呢 那你看 前半部分相减 通过刀带换 通过通分 通过等价 做完了 是负十二分之一 我们再做后半部分 三字根号 成个Loy 这个家伙 我们看后半部分 又该怎么做 我们来看看后半部分 后半部分 就是三字根号 成Loy 就是这个地方了 还有一个谁呢 还有一个这个 三字根号 成上Loy 这个地方 他俩相成 求极限 那么这个极限怎么求呢 这个极限更好求了 咱们琢磨 前面可以怎么办 抓大头 你看 这个act取正无穷 你act取正无穷的话 三字方 加平方 加一 这都没有用 所以怎么办呀 是不是这都可以扔掉 扔掉 扔掉 打造完了 这一扔掉 是不是只有三字根 三字根号 三字方 三字方 三字根号 刚好是x 这个x的根 它刚好底下 看到没有 这不抓大头吗 就是这样抓大头 这一抓大头的话 写在下面吧 你看 就是他们两个相乘 写成相除 是不是写成这个 三字根号除x 这都没有用 这都没有用 然后呢 这个三字根号 跟x的一除 刚好是几 刚好是1 所以前面得到一个1 后面这个极限是几 后面是不是剩个 Long 1加x的乘1 e的负x 依照超 x的乘1的负x 写成什么 x乘1的负x 写成x的除1x 然后呢 这是往哪里求极限 往正无穷远 我们都知道 正无穷的时候 x很大 但是大不过x 因为x在正无穷面前更大 所以这个地方就达到几了 达到了0 Long 1加0 就是Long 1 Long 1是多少 对了 Long 1是个0 所以答案就是0 所以后半部分也出来了 那前半部分出来了 后半部分出来了 整个题就出来了 于是大家想 整个题不就出来了吗 整个题是吧 前半部分刚才是负十二分之一 后半部分是0 那整个题不就是负十二分之一了吗 这是一道颇有难度的极限运算题 这个题啊 关键就是第一步 大家没想到如何下手 就是把那个Long 1那个地方 给它处理掉 怎么处理 提取最大的量 把Long 1那个里边最大的e 给它提出来 给它提出来以后 利用对数运算变成加法 然后呢 把整个极限分成两大段 前半大段摘出来 用刀带换 用通分 用等价做出来 后半大段用抓大头 就把它做出来了 我们书上还专门写了一个柱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题直接做很复杂 但是经过变形 怎么变形 提取最大量 怎么变形 对数把乘改成加 然后把它拆成两个极限 其中前半部分 咱们可以通分 可以刀带换 可以等价带换 把它解决 后半部分 大家通过抓大头 把它解决 最终整个题就出来了 你做完之后 回过头来看 这个过程还是很顺利的 好 巩固提高 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难度了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极限 巩固提高 它的这个前半部分 先说到这里 稍作休息一下 我们再继续讲 巩固提高后半部分的处理 Kelly 快点 小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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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钱 小刀 小子 小鹅